今天你好吗?我是小容姐姐 小容姐姐要来说故事给大家听咯 今天要说的故事和高高挂在天空 会发亮的物体有关系 这不是太阳,是月亮 这本书叫做月光男孩 文图史班欧森 翻译管家琪 格林文化出版 故事要开始了 当月亮高高挂在天际 照耀着大地 大地显得阴沉而昏暗 只有水里光滑又明亮 月亮先生只要低头一瞧 就可以从水里看见另一个月亮 月亮先生对这位同伴感到非常的好奇 一个满月的夜晚 月亮先生对着月光男孩说 请你帮我把那一个月亮拿来好吗 我很想认识他 好啊 月光男孩一口答应抓起篮子 和月亮先生大声的说拜拜之后 就咻一下一流烟的跑掉了 他不小心踢到了一颗小星星 把它变成了空中的流星 流星从空中飞逝 月光男孩一点也不知道 这就是自己的杰作 他顺着一大片松软的云滑下来 心想 哇 这里看起来真舒服啊 我也许应该躺一下 休息一下 但是云太松了 太软了 他竟然一直往下滑 等他完全穿透云层时 浑身都湿透了 在云层下面 他看到了一架飞机 飞机上面的大人 都在忙着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都没有看见他 有一个小女孩看到了 惊奇的说 妈咪妈咪 我看到外面有一个小男孩 别胡丑 他的妈妈这样子的跟小女孩说 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月亮 月光男孩继续晃下落 穿过一大群鸟儿 他想 哇 这些鸟儿一定是要飞往温暖的地方 嗯 那我得要小心一点 别让我的篮子逃住了鸟儿 忽然一阵狂风迎面袭来 呼 把他吹到了一边 咻 又把他抓了回来 来来回回的风 把他吹了又吹 当月光男孩继续向下落 他遇到了一个风筝 风筝上面有一个可怕的月亮 他想 我才不要把这个月亮带回去呢 还好他被绑住了 接下来 月光男孩遇见了一只蝙蝠 一只鸟 几只金龟子 几只蜻蜓 飞舞的种子 和一颗气球 他觉得气球光滑的 有点像月亮 但是气球看起来太凶了 几个玩球的男孩 踢了一个高飞球 月光男孩看着那个球 觉得很友善 可是球才会蹦蹦跳跳了 不太适合带回去 继续往下滑的月光男孩 他碰到了一棵树的顶端 树的顶端上面 站在一个梯子的女孩 给他了一颗苹果 那月光男孩也理上往来了 撒了一些金色的小月亮 在女孩的头发上 看起来美极了 男孩心想 这真是一个甜蜜的小月亮 他吃了一口好吃的苹果 继续向下落的月光男孩 碰到了烟囱的顶端 这时他的脸都被浓烟给熏黑了 在小山的底部 他来到了一个小镇 他用自己特殊的方式 经过一些窗户 有小女孩尖叫 啊 有男孩掉下来了 也有小孩开心的说 哦 怎么会有一个小男孩啊 妈妈也站在床边的说 你看看 这个小男孩 如果你不洗脸 就会跟他的脸一样脏 他不知道 原来是因为月光男孩 刚刚经过烟囱 下一个窗口 有两个小孩站在那儿 其中一个小孩 对着月光男孩大叫 请进来 请进来 但是月光男孩没有时间 他就这样落到了街道上的人群之中 看到那个男孩了没 他就像是从月亮上掉下来似的 这里有许多圆圆的东西 但是没有一个像月亮 所以月光男孩继续的向下落 他通过了街道 又经过码头 然后 哗啦 他溅起了好大的水花 原来扑通的掉进了港口 在水里有好多的鱼 和其他的生物 他也吓到了好些鱼儿 受惊的鱼儿 有些匆匆的离开 但也有些鱼儿聚集在他的四周 等着他猛瞧着 可是左看右看没有一个像月亮 继续向下落 落到了港口的最底层 他发现一个会闪闪发亮的东西 诶 是某位女士遗失的镜子诶 男孩捡起了圆镜 朝里头看着 哇 这是我看过最棒的月亮了 我要把它带回家 他把小月亮放进篮子里 急急的飞起来 飞出了水面 经过了码头 越过了街道 沿着高楼大厦往上升 穿过烟雾 穿过树林 穿过鸟儿飞翔的队伍 高高的飞过云层 来到了空中 来到了星星之上 直到他回到家 回到了月亮先生的身边 月亮先生看着月光男孩 从水里找到另一个月亮 他也觉得这是他所看过最棒的月亮了 他多帅又多和气啊 一直到现在 每当月亮先生 想跟一位真正有智慧的人聊聊的时候 他就会拿出那一面镜子 那位有智慧的人 永远会忠实地守候在里头 以一种欣赏的眼神望着他 故事就讲完了 再次见到这里 再次见到这里 by bwd6